好 各位同學 就是因為之前的錄影有一些問題 我這邊再繼續把上次上課 然後錄影沒有錄到的 我這邊再幫大家補錄下去 以便各位同學的複習 那上個影片我們得到說 在這個地方 它一個材料它表面叫做Row S 那在這個體內部叫做Row V 那我們的電位 電位基本上是4πε0 然後分之1 然後再乘上R分之R 然後對體積做積分 這是電位 但是如果是偶級距就很複雜 偶級距就是4πε0分之1 然後R平方分之P要去DOTAR 那這個是下量式 那你假設你這邊有一個距離 你要把它全部積分起來 這個很難 但是你整理成 我們有沒有辦法整理成這個 可以的 因為根據我們前面的推導 我們發現這個 電偶級 它基本上可以分成表面跟體 OK 那所以說我這個東西 可以再一步的簡化成 V就等於4πε0分之1 然後它是什麼類 我就是對體積分 就是R分之Row S 那就是對表面做積分 加上4πε0分之1 那對我的那個裡面的Row V 底V做積分 這是equation3-91的東西 那這個你不用學電偶級 你都知道了 就是說 任何一個電荷 它不是分布在表面 就是分布在體內部 OK 那在課本的3-91 一直到3-94這邊 它這邊有提到過 像Row V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負的 P的閃度 那Row S勒 這個東西就是 AN去DOT P 那大家看一下 P的閃度 除以乘上負的 就是表面 假設這是一個表面 那P的閃度乘上負的 就是內部是負外面是正 內部是負外面是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其實基本上 這也是符合閃度定理 就是我P對體表面積分 那其實我把這個表面 縮成一個非常小 假設這是負正 那表面縮成一個非常非常小的東西 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閃度 所以在這裡啊 其實也是一個閃度定理的一個實證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說 它這個課本的三支94 它利用就是說 我所有的charge 不是裡面就是外面 裡面是負外面就是正 但是因為是電喔 所以說它正跟負的大小一樣 所以才會推導出這個 推導出那個P DOT ANS 然後減掉 P的閃度DOT V等於0 就是所有的電荷都是中性 因為它不是在表面在內部 那內部沒有了就是表面 所以這樣加起來等於0 OK 所以這是一個電樓的概念 那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這材料裡面的電樓 對外界的 對外部或內部都一樣 假設在裡面 那它的電位分佈 它其實是可以等效成那個廠 OK 所以說假設我這邊 安插一個真正外部的roll OK 那我 安插了roll的話 那我這邊的電場的分佈 我這邊給大家看 假設這是roll V 這表面是roll S 我這邊安插一個roll 那如果說我在真空中 那我的 我會變成說我的真空中 我是1 等於什麼 等於roll 除上f0 但現在有roll V 所以我就必須 必須寫得比較仔細一點 把這邊這一點的roll V 也要寫進去 OK 所以我會變成是 這個是1 等於roll 加上roll roll V 那這個roll V 課本是寫roll P 因為它是電 prolization構成的 好 除上f0 這是課本的 3-95 這邊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有什麼梗咧 意思就是說 我的偶集 其實在 在整個材料裡面 它扮演著一種 它的分佈不均 就跟電荷是有 異曲同工之妙 好 那我接下去 再把這個 這個乘過去 你會發現有一個 有趣的事情 f0 乘上1的 閃度 等於roll 加上 這個roll P是什麼 roll P 基本上是一個 負的P 對不對 這我們剛才前面提到過 那這樣下去 我把這個移項 我會發現 ε 乘上 那個 這個 因為它長數移進去 閃度的ε 01 加上閃度的P 等於roll 然後呢 那我可以把P移項進去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一個 這個東西 ε 01 加 p 等於roll 欸 那我這邊 就定義 ε 01加p 是等於d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d這個東西 我就得到一個 重要的式子 就是d的閃度等於roll 欸你看喔 d這個閃度 基本上沒有任何常數 跟前面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有常數叫ε0 這可是沒有ε0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d啊 全脆子跟roll有關 所以說 這是電場 那電場 它基本上跟力量有關 那可是這個roll 這個d 是跟 只跟roll有關 所以我自己 我小時候會覺得說 這個d不過就是我整理出來的一個式子 實際上 不是這樣子喔 實際上是這樣子 是 這個roll 中間 你以後看到d 就要把它想成 它是一個電荷 一個電荷 對於一個空間 它的存在感 電荷有其存在感 那這個存在啊 這個電荷的存在 不會因為跟 它跟那個什麼 周圍的 那個材料有什麼關係 而產生不同 所以 這個d其實我覺得 我把它想成叫電荷的存在感 有電荷就有d 那不會因為 不會因為我的材料 而有所變化 OK 但是這個電 電廠這個東西 是跟力量有關 那力量 那它跟電荷有關 OK 所以就原則來說 電荷的存在感 在某些材料裡面 會產生電荷 這樣大家有懂我來講什麼 OK 你不懂 所以 就是說 我有電荷 我就有d 那我這個d 在材料裡面 我可以 我可以把這個d 對於電 對於力量之間的關係 把它換算出來 所以d跟1之間的關係 基本上就是一個材料的關係 就是d跟1 就是說我在這個環境之中 它到底是什麼 OK 所以我在這邊就寫說這個d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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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1 加上p 那就是我的 Row 那所以說請各位注意 這個Row就是我這個Row 把它放在這個材料裡面 所以這材料裡面的 這些 這些 因為材料的 電藕 構成的這個等效的 那個電荷 不記錄它的影響內 我只在看這個東西 OK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這個d的這個概念 那如果你知道d的這個概念之後 那你就知道說 喔 d d的閃度 等於Row 那我當然就知道d把它積分起來 等於Q 那意思就是說 欸 我這邊有個Q 那我這邊有一些影響力 我把這個東西的影響力全部都加起來 那我就知道裡面Q是多少 那跟電場的概念有點像 但電場 注意喔 電場是力量 我們講的是力量 那d場是它的影響力 那所以影響力啊 他其實 他這邊寫的 就是課本裡面寫 D的英文名字叫做 那個Electric Flux Density 那意思就是說 電通密度 電通密度 有電 那它的密度是多少 那所有的通量 就是裡面的電荷 電荷 產生通量的一個密度 那這個 這樣大家慢慢揣摩 或者說叫做 Electric Displacement 就是說 電的Displacement 我這個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可以替代電的一種東西 這個 這個不太曉得怎麼去詮釋它 但是 但是其實英文這兩種都叫 叫Electric Flux Density 或Electric Displacement 這兩個 就是D 那所以說我們高斯定律 我第一件事我就寫D Divergent D等於Row 然後 比較簡單 然後再來就是E場的旋度 等於0 這是我最常用D去形容它 那D跟E的關係 就是材料 這個讓大家理解 那 那接下去我們來講材料 那材料基本上 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去思考 什麼叫材料 那我們就知道 D 基本上是Epsilon0 乘上E 加上P 好 那你看喔 那我現在假設有E場 E場有個爆炸量在這邊 欸 我E過來 那我是不是很明顯的 我知道我的P其實是 嗯 負 我E 正的到這邊我就負正 所以原則上好像 E跟P是順向的對不對 這個 如果在一個 沒有例外的狀況 E跟P是順向的 所以有一種可能 其實P基本上是正比於E的 那如果P基本上正比於E的話 那我們可不可以大概這樣寫 Epsilon1 加上P是正比1 我就可以寫P 等於Epsilon乘上這個 就是 我這個P到底 跟在真空中的 的關係是多少 所以 我這邊會寫成這樣子 我可以再進一步 可以寫Epsilon0乘上E 加上這個 又可以把它寫成 Epsilon0乘上EpsilonR乘上E OK 所以我們都知道 Epsilon0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系數啊 叫做Permittivity 那 EpsilonR這個東西叫做 Relative Permittivity 然後 或者說我們又把它叫做 Dielectric Constant Directry Constant 或者就是界電常數啊 那Permittivity我不知道怎麼翻喔 但是 Relative Permittivity 就是 相對的Permittivity 那 EpsilonR乘上 Epsilon0 就是 Eps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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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玻璃Epsilon大概是7 或是Silicon Silicon那種晶圓 長得很密的,大概就是11 那如果是很疏鬆的 譬如說,寶麗龍 它的計量值大概就是1 那玻璃 但是 那種稀稀疏疏的 就韌性不夠 所以有人會把玻璃纖維疊起來 所以我們電路板 電路板的Epsilon 大概就是比小於6 因為它是由玻璃纖維的構成 那小於6,有些人 就很努力的去開發一些材料 把6再降下來,那最近有降到 2.3,那就是比較 高檔的電路板材料 因為2.3 就代表內部的Dipo影響力比較小 所以它電性比較接近真空 那它有些寄生的電容會比較小 等等之類的 那如果是說,越來越高 那EpsilonR高 好像最高最高 常見的就是到15 16左右 就EpsilonR 可以變這樣 那另外一個,假設你要一個 EpsilonR很高很高的材料有沒有 有 那最常見到的就是我們的水 那我們的水 EpsilonR是等於18 81,講錯了 所以說 我們人體的身體 這個水的電性 EpsilonR很高 所以說 如果你去偵測人體的行為 其實 用電來偵測人體的行為很容易 因為 我舉個例子來說 以前啊,手機 我們人腦在這邊 手機放在這邊 它電磁波這樣輻射輻射 腦袋就受到輻射 就覺得很可惡的狀況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一個辦法 在這邊加裝一些電極 然後去測量 這個電極跟它的那個電荷之間的關係 所以說假設人的腦袋貼過來 這邊有很多水 EpsilonR飆高了 那它這個電極的行為就不同 它真的說 那你的這個天線 就不要浮射往這邊 所以 這個水啊 其實 人體裡面是有水 那這個水的行為啊 就是因為它跟 一般的介電值差很多 所以說啊 你就可以用這個去偵測人體的 非常多的一個特性 那當然啊 各位 可以看到那個Table 課本的Table3-1 他們就有講啊 水啦 玻璃啦 還有很多東西都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特性 那還有一個蠻有趣的特性就是 酒精跟水跟油 他們的介電值也不同 所以說啊 我們常常會 會也會用電 我們會用那個電的方式 就是譬如說 我們在這邊做一個共振槍 我畫給大家看 我們在這邊做一個共振槍 然後就把一個位置液體放進去 然後去測它的共振的係數 這個到最後各位要學到什麼 第九章就知道 電子波進去又會反射 然後會有個共振的係數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回推它εR 那如果水比較多的話 它會接近81 那如果說油比較多就會掉下去 或酒 酒比較多的話可能會接近12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說你用這個可以判斷說 這瓶酒裡面有沒有摻水 那這個就蠻有趣的 就是你用介電εR 然後就可以理解它了 那這個是我們的 假設我們的p 是等於ε0 再乘上一個係數 再乘上1 這個狀況之下 那實際上 還有沒有一些別種材料 其實是有 因為假設我們這個物體都很均勻 然後這個值 都在每個地方都是constant 那這叫homogeneous 以及simple 比較簡單的homogeneous and simple media 但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這個戒指啊 往x分量的極化 跟往y方向極化會不同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p 就會跟e 會變成是它是一個 它可能是一個矩正的形式 所以我們講p p就太間接了 我們就直接講說 d跟e之間的關係 基本上可以寫成 ε11 F22 F33 F21 F31 F32 F12 F13 F23 它可以寫一個矩正的形式 那通常這種問題啊 都是在複合性材料 譬如說 假設 我們現在假設在做一顆ic 上面是有一個訊號線 下面也有兩個訊號線 那我中間假設在這邊塞了一堆金屬 那金屬是floating的金屬 好 你看喔 這邊的電長的行為 跟側邊電長的行為 就會產生很大的變化 所以假設這是x方向 這是y方向 那x d跟e在x方向的狀況 跟y方向的狀況 因為y方向這邊比較不會累積電荷 這邊就 電荷的影響力比較大 我就可以用這個去調配說 它在y方向感應電荷的狀況 跟x方向感應電荷的狀況 會不太一樣 那這個是在有一些高頻的那個什麼 微波電路裡面啊 常常會用到一些這種 複合性材料的一個設計的方式 那這個給大家參考 那最後做出來 它其實就會是一個 那個一個 Facer的 就是一個Tensor的 這種張亮的一個形態 矩正的形態這樣子 好 那 那這個弄完之後啊 那 我們來算 因為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來算一個 Example 3-12 這個題目 它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Q在中間 那 它有一個 呃 有一個 RI 那還有個RO 然後 然後 然後中間有個Q正 然後 它中間會有個 它中間這是個界電值 那這個界電值是εR 那它要算E V D 還有P 還有P 好 那我第一件事 我第一件事 我第一件事 什麼都不用講 算D最簡單 因為 因為 因為這個D 的 什麼 D D 等於Q OK 所以我的D跟Q的關係啊 就是 D就是等於AR 方向 OK 然後它是什麼 4π ε 然後 4π R 平方 OK 然後分支Q 這件事 其實太簡單了 就是D跟Q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知道 那我有了D之後 那我知道D 基本上是等於 ε乘上1 那ε 是等於ε03 εR 所以 在內部的話 就是 4π ε0 R 平方分支Q 內部的 那在界電值呢 就是 4π ε0 εR 然後再乘上R 平方分支Q OK 所以它的D啊 其實 是跟距離平方成反比 就是 正比 R平方分支1 但E啊 它其實是會有一個 是會有一個 是會有一個 假設這是 R I RO 那它在這邊 那它的 這邊會 除上一個係數 會突然變小 然後再回到這原來的地方 OK 這個是 各位可以看一下 課本上的一個狀況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p要怎麼算 那 那我們倒知道p 就是我們從剛才的式子喔 ε0 1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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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p 等於D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假設 那現在 那現在 那現在ε0 1 嗯 ε0 那 那 01 那個是 嗯 ε0 1 加上 那應該說p 就等於 d 減掉 ε0 1 OK 所以外面 d等於ε0 這個p 就等於0 這邊等於0 但中間的話 這個會變成是 ε0 減掉 1 再乘上 ε0 再乘上 1 我想一下 對 是等於ε0 1 再乘上 1 所以 這個地方這邊會多一個 那 那跟1也是 成一個 成一個倍數的關係 那 v的話 就是一場 的積分 就是這邊積分起來 在這邊 在這邊積 那你就是一段一段把它積分起來 答案就出來 所以 所以這邊給大家理解一下 那 你只要概念對了 基本上你就不會怕 就是 就是這些題目 算起來就蠻好寫的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上課的一些補充 那希望各位可以好好的準備 OK 那到這邊